呛呛三人行 乙军今天穿这个很抢眼 都说他告诉我一个知识 说穿成蓝色的 这个求职 对面试最容易被录取 说白的太没有创意 黑的呢人家可能觉得你比这个 面试你的那个人还要更权威 所以说穿蓝的最容易被录取 你看看 人家是外国大学里 西太平洋大学学出来的 是吧 西太平洋大学 我也给你看看一个照片 西太平洋大学有关的 那么一个人 宇静勇 最近给判了一个十一年 最近就 最近这几天好几个判的 还有这个 李某某吧 孟哥的儿子 李双江的这个公子 真就判了十年了 不是说打电话去了吗 二审说打电话去了 对 所以根本他就完全全退翻了 上次说喝酒 这次说打电话去了 说打了十几分钟 我后来觉得他那个策略 这辩护策略是不是很很 十几分钟那三兄弟忙得过来吗 那三兄弟攻了 那三兄弟兄弟上 三人上完了就十几分钟 你这数战数绝啊 这个有点 徐老师是照这时间算的 对啊 你要他们是后来是重新推演的嘛 他们再到那个现场全部重新试过 就这样试过 我就不知道他那电话怎么 他应该说三十几分钟 我有的时候不知道 我真的我觉得不知道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啊 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就是说 比如说啊 法院是这么判了 你99%从法律是有程序的 按照他所认定的程序 你李某某你肯定你就是强奸了 对吧 但是呢 我有时候看西方的那种案子的片啊 我这个人老是逆向思维 对吧 我老逆向思维 我逆向思维就是说 有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他没干 他是没强奸 所以很多个国家 假如那个是万分之一的话 那东西也真挺冤的 是吗 但是可能不存在 我说的这个可能性 因为有9999 对 所以你有证据 但是很多国家 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理由 所以他们就没有死刑 他觉得万一说 我把这个人杀了 几十年以后翻出来不是他 那怎么办 所以人家就会设立一个没有死刑 对 这也是就是 这个反对死刑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说人类 哪怕是你全人类 合成一个法庭 你这个法庭 也不是没有错的概率 你知道吗 就是而且你比如像李某某这个 他毕竟都是就是证人证言 或者这个等等等等 你知道我还有一个 哎呀 所以说我谈的 这都不是法治的观点 我谈的这个 我谈的都是直觉 我谈的都是直觉 这直觉是完全不能做准的啊 你说你相信不相信 我的很多朋友 他们很相信 我的直觉 我的我的洞察力 我有一次去采访 一个那个 就是死刑 五个人都判死刑 是一个一个集团的 一个集团的 把一家人都杀了 然后呢就绑架杀了 然后呢 五个人 有一个是女的 然后呢 你知道 我采访的时候啊 就这个女的就哭啊 这个女的说 我嘴也爱看枪枪杀人行 所以作案了 我怎么看这个女的 不太像个杀人的 你知道吗 爱看枪枪杀人行的 都是好人 他只要人家说他的节目 他就起散心 还来直觉呢 你就是那位主持人 但是你知道 那几个死刑的 那几个男的 我逐个采访他们 他们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就觉得像是情感缺失一样 就是完全脸上没有表情 都是木的 你知道吗 可是有一个这个男的 他就是两个 两个啊 瞟了这个女的一眼 其实是什么呢 这个女的啊 是用来那个就是 下那个右耳的 下右耳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呢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两个男的 他们这个交错而过呀 他们交错而过 因为这个女的说呀 他没杀人 是他们把他给弄进去的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他们交错而过的时候 那两个男的 这么撇了一下 哎呀 你说这当然 这不能作为呈堂证供 但是我当时心如电闪呢 我那个直觉就是 这四个是合起伙来 把这个女的给拖进来的 这四就其他四个 就是说 你是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杀人 让我们一起把 但是这事儿只有我们 我们一起把你拖进来 就所谓同案 就是当然你说这个法律 要按我这么判 那就乱了 但后来呢 后来你怎么知道 全判死刑了 但你怎么知道是 他们把他拖进来呢 我就从这个眼神 就是说你也没有得到证实 我当然没有 就是我就说有有有些 但不是 但这就像我说的 有些时候有没有一种 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他有的时候法庭判 毕竟没人看见 咱就包括说李某某这个 毕竟没人 就是这都是说呀 有的时候同伙之间 也可能有复杂的心理 就是说 哎 你也别想跑 或者甚至于说 当年这个朱德的孙子 怎么就给 好像是判了死刑 就是说 那个时候说什么呢 就是跟女的睡觉多了点 都在一个小楼 跟女的睡觉多了 那个时候就是流氓啊 严打啊 就判死刑 当时有一种说法 就是他们是一伙 什么流氓团伙 或者其他的人都觉得 他是朱德的孙子 所以啊 咱们就都往他身上推 他肯定免死 免死 他肯定没事 就都往他身上推 所以我说这个司法里头 各种复杂的情况都有 但是咱们还是要相信法律 是吧 相信法院 所以你入错行了 你应该去做这个侦探 因为你对这个人性 比较有深刻的洞察 就电火时光之间 他做侦探的时候 没人跟他讲 我看你的三人戏 他那个雷光电伞就没了 再加两个字 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 我比较适合干这一行 哎 我 而且我想 我适合打假吗 这要看看这个方舟子 对吗 这个方舟子 最近打假那个谁 林志 林志盈 不是林志玲 林志玲有没有值得打假的地方 好像也被人说过吧 就人家说他是不是 有人造啊 还是全部是天然这那 我想每一个女 就是女明星都被人给怀疑过吗 好像林志玲还好 所以他没去参加跳水比赛 那林志颖呢 你们觉得 林志颖应该是没有整过容的吧 林志颖应该没有吧 从你看是我上中学的时候 女生们共同追的这一个时代 当然我个人没有追他 他演什么 他不是演 他唱歌那时候 十六岁的花季嘛 你晓得没有 就这么个小男孩 他现在已经四十五十多岁了吧 从哪有哪有五十多岁 他多少岁是吧 我十六岁的时候 他也十六岁吧 我想是好像 林志颖比我小是吗 应该比你小 四十多岁吗 我闹不清啊 这是他的网站 说他的生物科技团队研发这种胶原蛋白 就等于啊 方舟子就是说 这个早就说了 媒体还是中央电视台都说过了 就说胶原蛋白这个东西是个神话 是吧 他说这个林志颖 自己有份的参加的参与的这个公司 然后生产的这种所谓不老银品啊 就他自己在他的网站上打这个广告 想知道什么逆 我逆生长的秘密吗 我正在研究等等等等 我跟你讲 以前人家说过这个明星做广告有没有用 我以前理性上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道理嘛 有时候我看到几个大哥级的老做广告 我烦都烦死了 可这次啊 我真体会到原用 因为我搞错 我不知道这个林志颖 我以为是林志炫 就是那个我是歌手的那个 那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所以我一看这个消息啊 我一晃到一眼啊 我想方舟子跟 我因为这几个人名字差不多嘛 搞不清楚 我立刻就不喜欢方舟子 我觉得这个乱打 因为我喜欢这个唱歌的这个林志炫 对对对对 等到后来一看照片发现不是林志炫 我觉得方舟子打得好 所以以个人的心理证明啊 我觉得这种事情又明星一参与啊 我们不查理性的 那要这么说 义军义军现在就不喜欢方舟子了 不是不是 首先我那个年代 我也没有追过林志炫 我一直是练大书型的 不喜欢林志炫 是吗是吗 然后他现在吃大书的最初了 不过他一身长 但是我跟这个这个方舟子 倒是有过一面 像你刚才说那种电火时光 见过一面就几秒钟 我当时一个反应就 这个人长得奇人异象 他脑门特别大 这个人就是给人感觉不太一样 跟他跟一般人不一样 然后我看这个整件事情 我就把他们俩这个形象放在一起 感觉特别好玩 就林志炫呢 是那种以这个美男著称的 对吧 就这个美 奶油蛋糕 而且他现在卖的就是他这个美 而这个方舟子呢 他呢 一块石头 就是他要去打假 他以自己这个针 以这个干净 走 来说的 那么其实他自己以前也被人家质疑过 你打假 但是也有人说过他什么有的那个论文是这个造假 或者就还有说他老就还有说他什么国籍 是美国这那这那 说他老婆的那个论文也造假等等 反正也有过这样的说法 然后你把这两个人放在一块呢 我觉得我就想到猜根坛里面 他就有一句话叫 我不夸言 谁能丑我 我不夸杰 谁能误我 我不夸我自己漂亮 谁会来说我丑 我不夸我自己干净 谁会向我来泼污水 所以这两个人呢 第一个是夸自己年轻漂亮 结果被人家来说你是假的 另外一个夸自己 我经常打假 我干净 也被人家泼脏水 所以两个人其实犯了同一个错误 我还以为你想说这两个是长得丑的 嫉妒长得好看的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中国就此 中国梦想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鸡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端江 古井贡酒 当然这个林志颖也会有林志颖的这个 我老想说成林志颖 他们是不是一家子 林志炫 林志颖 林志颖 这一家都是漫漫漫漫 是这个台湾的林氏家族 林志 林志家族 林志家族 但是我只喜欢林志炫 林志炫 我只喜欢林志颖 现在那个我也不要 方舟子要 咱们跟方老师也要学习一下这个科普知识 就是说 我觉得他有些 他说啊 事实上 方舟子表示 胶原蛋白 因为他说林志颖在网上宣称 胶原蛋白含有特有氨基酸 而且该公司产品把胶原蛋白分解为小分子结构 其实我经常在宣传词上见到这种 这小分子结构啊 人体就能够吸收 对此 方舟子表示 事实上胶原蛋白不仅不含有特有氨基酸 反而比普通蛋白质还少了两种氨基酸 是营养价值比较差的不完全蛋白质 说这个有人惊讶于中老年娱乐明星的童言 他说啊 方舟子说呀 如果不是化妆化出来的 就是拉皮打肉毒素整出来的 世界上不存在逆生长 如果有人声称发现了逆生长的秘密 先去拿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再说 有个电影讲的是逆生长 那个Benjamin的那个传奇 他就是他一出生是老头儿 慢慢慢慢 那是文学 或者方舟子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不去讲他 但我觉得我们的网络上 我们真的希望有多一些像他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们现在 他们据说要控制网络 要把网络搞得晴朗的天 据说现在舆情调控师啊 有多少多少万 有什么一个专业 舆情调控师 舆情调控师 发直撑的 有认证的 他们引导舆论嘛 当然 他就是在 他让群众怎么聊 就能让群众怎么聊吗 对啊 对你没有看到过 现在很多新闻一出来以后 你去看下面的那个 那个跟帖啊 前面几条 前面很多条 都跟社论一样内容的 坚决支持 一片光明 大快人心 喜大普奔 等等等等等等 就是制造正面能量嘛 对吧 当然下面的这个有一些 这个不怀好意的人说他们是 引导群众 引导群众 引导你接着说 但是这些人那么多数量 但像方舟子这样的人 为什么少呢 我就觉得这个才应该有个多少个万 因为我 那不也乱了 他这个很多就很多事情 你这个标准你在哪 你说你打假 对 你有一套的这个标准 但是很多时候 就你看他那时候 他打那个寒寒 这个事情搞了这么多名人 都加入进来 辩论了这么久 最后也没有一个结果 其实也没有说 也没有说出来 他到底是真假 那就是因为方舟子太少啊 你看要是我们现在网络上 有一百个一千个方舟子的话 那就不会是跟一个寒寒 两个人一直叫劲儿 或下面有批水军 双方打来打去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知道现在不是说 有轻敌网络谣言吗 我最近还到中山大学做个演讲 他们专门叫我讲谣言 我为此就去查了 网络上最流行的谣言 比方说第一个谣言就是说 不显示号码的来电 你要一接呢 你的手机就坏掉了 第二个说 快递公司有你的包裹 不知道地址的时候 骗你下楼 什么一万五转三个残废人 说你手里有残废人啊 可以有钱可以转卖 还有一个说是火葬厂的 那个尸体的油啊 尸油啊 煮螺丝粉 在什么地方卖 我都听说过 还有说鸡蛋袭击车窗前啊 是不能擦 说这个擦了以后啊 你的车就就就完蛋了 什么等等了 前面十个还大盘机会 我发现这些主要流通 非常大的谣言啊 一个规律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安全有关 但是都是常识性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人 义务也好 专业也好 会有一些专门的蓝 来澄清这些东西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要很多方舟子就做这样的事情 你明白 比方说这里边有些 我一下子判断 我就觉得我不会停 但是你说鸡蛋打上来不能雨刷 我倒也想一想 这个事情没碰到过 是那种假鸡蛋吗 答案就破了 不是 我觉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你说 我想说就是其实在网络 有网络之前就有谣言了 对 说那个时候是那个是50年代的时候 中国特留心 从古至今就有谣言 特留心说什么打鸡鞋 这哪有说那个苏联人过来 要取要取你的这个这个手臂啊 什么什么等等了 反正就这个谣言特别多 就而且造成的恐慌不比 这个现在要少 就是您刚才说的人们 特别缺乏常识 对 对吧 那为什么网络上 不会有一些专门的 你知道 我觉得他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啊 这个女人容易受骗 就是 为什么刚是女人呢 老人 男人也受骗啊 男人也有啊 现在带着这些爱美的 就是追林志颖的 这些男人们也裹挟进去了 其实要照我看 整个的这个化妆品 这个全世界化妆品 美容品 保健品 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产业 忽悠的这个妇女 看了电视就去买的 这些东西 什么美白啊 或者什么什么 他全部 我跟你说 他全都是一个可疑的科学背景 对 你在这个意义上讲 美国西方也一样 你们那些大美容品公司啊 什么就脸怎么就能摸摸 就能白呢 这个背后啊 说是啊 消除皱纹 那不也是吗 就我连男士 有人那个广美送给我 说你擦一擦 我到现在没用 我那天试着用了一下 我一看哈 里边二十多个 那个就是化学分子室的名字 然后他说呢 你洗了脸之后 反正你就往这个眼角那擦 蹭蹭蹭蹭 蹭 还有点磨砂 我就觉得吧 这些所有的东西啊 我不相信医院的医生会推荐你使用 你知道吗 就是他是 你知道在医学科学和这个这个这个之外啊 存在着一个一个化语场 这个化语场就是这些国际的美容化妆品产业立足的基础 就是你很可疑 你不是你不是药物 你是包括吃维生素 吃那么多叫叫什么呢 优斯安娜呀什么什么 你说 但是你知道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不是 所有的广告他都是谎言啊 所有的广告最大的一个效果就在于 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认为自己会跟他一样 那么 而且我觉得像爱美 现在导演说要去广告 听听谎言 所有的广告 听听谎言 所有的广告都是谎言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一战是服务 应有尽有 很时尚 都是名牌 实行先行赔付 统一退货 我只来居然之嫁 居然之嫁 因为我身边的人 包括这个法行师啊什么的 我都不好意思说 他老是说这种 你知道吗 甚至也老给我东西吃啊 你知道就有些什么理论啊 就是什么酸性 前一阵这个媒体已经公开就说了极大 这种谎言 多少人都裹挟在里边 说这个酸性体质 碱性体质 吃什么就能增加你身体里的酸性 吃什么都改变你身体里的碱性 然后碱性怎么就是好的 还有那种叫什么 什么自由基啊 抗氧化基啊 就是能够延缓衰老啊 甚至癌症都能够慢慢的缩小啊 以至于消失啊 那么多的人就信这些个 就当成那个科学理论一样在交谈 你不觉得这个好像是那个宗教一样吗 就关键在于你信不信了 编织给你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前景 然后你就是你会不会信他 而且我发现他往往是在人特别虚弱的时候 你会特别容易信 就比如说我平时都不会相信这些东西抹了会怎么样 但是我今天如果状态特别不好 我没睡好觉 我可能不行我要去喝一点 什么什么蛋白这那这那对吧 或者是你觉得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时代 大家对于形象的追求就是越来越完美 就是要求越来越高 然后当你看到别人可以那样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要再赶超 就当你对自己没信心 特别虚弱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去相信别人给你去描绘的那一幅前景 不但是人的信啊是有个过程的 你一个不熟悉的东西开始人是不信的 它是需要有一个中介环节 比方说我中间有一个我熟悉的明星 这个明星我很相信他 我很崇拜他 因此他拿的东西我信了 你到店里边去 那个店很有名的店 啊你来看佛佛你什么店 我是因为相信你这个店 你这个东西摆在很好的柜台上 我相信了 对不对 那个书啊杂志也是这样 你一般的印章小报我不信 哦你New York Times 你纽约克 哦他上面说什么胶原蛋白 我信了 人对于一个不熟悉的东西 不管他的商业利益政治目标 我们是靠很多中介在传递 可是你知道现在的危险 现在的新情况是什么 我们现在有了微博 我们现在有了网购 中国现在有四个世界第一 人口世界第一 高铁世界第一 微博用量世界第一 网购世界第一 你知道网购跟微博有个共同点 它就是两点之间直线最近 省掉了很多的中介环节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说你本来你发一个消息 你要经过编辑 但是你还会相信那个网络平台 那么就是因为这些中介环节去掉了以后 所以我想回答他的问题 就是谣言包括这些信息 在微博上的力量就 就这怎么来说 接收者是特别的方的 就特别的弱了 我说的是另一个问题 我说的意思的 就是说这个林志颖啊 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 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全民族的 这么一个不科学的背景 比如说我都听人说 你比如一个林心说 你听广告吧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